咱们现在就是实拍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笑话 其实音质很好 不知道视频能不能拍出来笑话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小路见证 今天咱们又收来一批这个蓝音箱 蓝音箱这个品类呢 咱们很久没有收获了 就是也没有遇到合适的 要么就是品质不好 要么就是功能不好 要么就是价格不合适 今天咱们收回来这批蓝音箱呢 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完美的 全部都有麦克风 每一套里面都有送这个麦克风 可以唱歌 然后也是个大品牌来的 全部都是原箱原件 这一大箱里面是非常重 因为每一台都内置电池 然后还是比较大的电池 持久续航 可以在户外使用 大家看一下这个品牌 我查了一下 这家公司也是个老品牌啊 成立于2010年 就是十几年了 而且也是注册商标 大家看一下 有这个R R注册商标 然后这个音箱呢 这个品质包括素工质感 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外包装盒 它一共是有四个颜色 然后咱们收回来的这批货 黑色的是碎朵 然后四个颜色是黑色 还有红色 蓝色 还有绿色 本身数量也不多 一共就只有几百台 然后功能还是比较多的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上画的 它是有麦克风 盒子上面也有这个功能的介绍 首先是可以唱歌 然后蓝牙5.0的这个版本 支持TWS 就是双击互联 它是可以两个音箱 直接互联一起 无线连接 然后支持FM收音机 可以接打电话 然后也可以插个内存卡 可以插U盘 然后也可以AOX有线连接 可以连接咱们家里的电脑 或者电视都行 然后六个小时的持久续航 可以联系听六个小时 这个无论在家里面用 还是去户外 当个户外音箱 也没有任何问题 咱们废话少说 拿到方式 咱们详细测试一下 好 现在我每个颜色拆箱了一台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有四个颜色 大家看一下哪个颜色最好看 其中这个黑色的是最多 大概有四百多台 其他的颜色就是比较少 一共咱们收回来就是几百台嘛 然后我查了下其他平台 全部都要一百多 咱们是五十多收过来的 所以说可以需要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百分之百是减弱的 这个品质什么呢 肯定是不止五十多 是吧 然后里面这个配件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 单独的有个白色的盒子 所有的配件都在这个盒子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有这个AOX有线连接的这个线 可以连接咱们家里面的电视电脑都行 然后还有这个充电线 它是可以充电的 内置的是1500毫安的电池 还有这个背带 如果咱们户外旅行 是吧 去户外的话 可以背到身上 好 这个蓝色的 我把这个背带装上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他们可以背着这个音箱 是吧 在户外唱个歌啊 或是摆摊 卖点东西 包括导游讲解 把各种用途发挥一下想象 好 还有这个话筒的这个线 这个线也是够长啊 大概有个两三米 所以底下这个就是话筒 这个话筒是不用装电池的 直接插到音箱上就可以使用 而且这个话筒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试一下 咱们唱首歌试一下 这些就是咱们50多收过来这个蓝音箱 里面包含的所有配件 重点咱们看一下这个蓝音箱的本体 这个硕工包括质感是非常好的啊 咱们实拍视频 大家可能感觉不出来 收到货 大家上手一拿就知道了 这个拿在手里面沉淀淀的啊 还是非常有分量的 这个硕工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是吧 音箱正面是有四个按键 然后反面的话是有这些接口 所以左边这个就是插那个AOX 可以连接电视电脑的那个线 然后那个大的圆口呢 是插话筒的 可以插内灯卡 插油盘 包括充电的 所以右边是一个耸开关 好 直接就可以打开 外观和配件部分 咱们就大概讲这些 接下来咱们就试一下这个效果 好 接下来咱们就正式说一下 新收过来这个可以唱歌的蓝音箱 这个效果 包括这个功能 之前咱们也收过一款可以唱歌的蓝音箱 就是炫彩灯的 然后有一些粉丝小伙伴说 那个唱歌效果不太好 那今天这个呢 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一会咱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音量非常大 一会我实拍视频 给大家唱个歌试一下 大家就知道了 然后这个功能呢 还是比较多的 包装盒上也是有写 看 这么多功能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可以唱歌嘛 一个麦克风的这个标志 然后这个话筒呢 是直接插到后边 这个圆口就可以 这个音量确实很大 而且效果也很好 我给大家试一下 这个麦克风里面也不用装电池 直接插上就能用 然后咱们来一首这个质子花开 给大家试一下这个效果 因为之前咱们收这种可以唱歌的麦克风呢 就是唱歌的音箱呢 就是效果咱们没有怎么试 今天咱们就是测试一下 喂喂喂 dus 至此花开 so you, so i 这是个季节 我们将离开 男色的你 还像的女孩 就像一支气箱 也要在我的心怀 咱们现在就是实拍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其实音质很好 不知道事情能不能拍出来效果 枝子花开 如此可爱 为回首告别 欢乐无奈 光影好像 不须非快 日夜也将我们 行程干干 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 实拍视频的效果 就是视频 不管拍出来什么样 但是它实际效果还要更好一些 好 刚才咱们实拍视频 唱歌的那个效果 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下第二个功能 就是这个TWS 双击互联的这个功能 之前咱们也收过很多蓝音箱啊 就是两个音箱可以无线连接 这个功能呢 也不是特别新奇的功能 但是如果想实现 就是两个蓝音箱可以互联的话 它必须蓝牙版本是5.0以上才行 双击互联的这个操作也是非常简单 首先是两个音箱 都要开机 开机以后呢 这个M键 长按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提示音啊 就是两个音箱开机以后呢 进入蓝牙模式 然后其中另一个音箱 就是长按这个M键 它就可以互联 现在咱们放入音乐 大家看看啊 目前的话就是两个音箱是互联状态 就是说 两个音箱是同时出声的 可以形成立体声的这个效果 大家听一下这个黑色的也在唱是吧 也在出声 而且两个音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延迟的 咱们把后边这个话筒这个线把它 黑色的可以发声 然后再给大家看人家这个蓝色的 两个无线互联的好处呢 就是第一音质会显得更好 然后呢第二呢 它是有一个力气声的效果 三个音箱的话 它是有两个这个喇叭 一个喇叭无啊 就是一个音箱的话是十万 然后两个互联成功以后呢 就相当于二十万 简单点来说的话 就是一个音箱唱 它肯定是比两个音箱唱 这个效果差一点是吧 如果两个双击互联以后 就相当于二十万 而且支持这种力气声 这个音质效果也是非常好 长按这个下一曲的话 就可以用音量 它有两个按键 就是上一曲下一曲的 长按的话就是对应的音量加减键 操作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说明书里面也是游戏 然后我会把那个说明书啊 直接贴到咱们详细印 大家一看就能看 不知道这个视频能不能拍出来效果 反正咱们现场听的话 这个音质是非常好的 而且还可以控制这个播放暂停 现在两个音箱呢 是互联状态 就是都可以同时控制 可以用蓝色的暂停 然后黑色的这个 按这个播放 来音箱其实咱们收过很多次货了 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所以说咱们拍视频就是简单拍一下 接下来咱们说一下 就是另外的功能 就是FM收音机功能 按一下这个M按键 按的话它可以切换模式 按按模式 还有这个收音机模式 大家可以清理提升音啊 切换到收音机模式以后 按一下这个播放暂停的这个按键 按一下这个按键 它就会自动的搜索电台 就是自动搜台 不像咱们老式的那种 就是旋钮还得调台 是吧 这个是自动搜索的 自动搜台完成以后呢 它会自动保存 然后这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直接听这个电台节目 也就是收音机了 上一曲 下一曲就是对应的下一个台 然后上一个台 这个大家应该好理解啊 就跟看电视 能搜索到很多收音机的这个节目 电台嘛 其实就跟电视一样 只是说这个没有发面 就是能单纯听一下这个收音机那种 这个一般老人 我感觉应该是非常喜欢 是吧 在公园还有广场 见一些老头 边下棋 边听过收音机 还是比较惬意的 这个节目确实很多啊 这个是自动搜台 然后收音机的这个功能 效果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 收的这个电台节目也是不熟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功能 像这个内存卡 还有右盘 这个咱们就不演示了 包括这个插有线连接 连接电脑 连接电视 这些功能一般就是一看就会 所以说咱们就不演示了 就一箱背面 还有一些插口 可以插内存卡 还有盘 包括连接电视电脑 这个AUX那个结构 3.5毫米的 然后再按一下这个M按键的话 就是切换到蓝牙模式 操作起来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方便 老音质呢 咱们实拍视频 大家可能感觉不出来啊 如果现场听的话 这个音质是非常不错 老其他平台咱们都查了嘛 一百多 一个 然后咱们呢 是五多收过来的 带个麦克风 可以唱歌 所以说我感觉是非常减瘦的 而且里面内置了 1500毫安的 18650电池 这个功率呢 也是够大 10瓦 好 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 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关注一下 李小律节奏 后期有更多更好玩 更便宜东西 我会分享给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见